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看 好看 上头 路易超帅 路易超帅 路易这个人呢 本来他就是前几集大家一直看到的那副模样 因为有了惊吓出现 整部戏就是路易的一个改变史 达连史 袁惊吓是一个六扇门的不快 每天就想着挣点钱 就是爱财好色 后来碰见了陆大人 在他的这个世界里是一个极其凶残的上司 那为了活命保住小命呢 就是各种马屁 各种狗腿 各种彩虹屁 当然了 惊吓的这个专业能力也还可以 然后就一起去破案 慢慢的就心心相细了 最喜欢陆大人 有情有义 然后不喜欢就是大人不要天天眼望脸 看着太凶了 凶 这不就是路易的魅力吗 觉得惊吓就是 你怎么说他他都不会离开你 时间长了之后呢 你还觉得不能没有他 有他的时候你还觉得烦 慢慢慢慢慢慢的 这就成为了你生活中就是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你也就习惯了 这就是日久生情啊 我最想吐槽的就是 能不能让谢霄就别出现在路易的面前 永远就想吐槽这个 动不动我说 拒绝了吗 拒绝了 怎么还在这儿呢 不知道我们已经拒绝你了吗 我们两口子都在这儿站着了 还出现 谢霄天天跟着真的是 后面还跟谢霄好像还挺好 哎呀心太大 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文字 一个是画面 也就那样 路易那个时期应该就是正常水平 还是略微青涩 我别的剧我都没有开 但是简易之下我一定开 太欢乐了 一个是景有多假情有多真 一个是这么大张床是给你们吃面用的吗 夏阿爷不就是多吃点东西吗 我们剧组哪能就这么被我吃穷了呢 穷是因为给露台买衣服了 好吃 牛角包 牛角包是我最喜欢吃的面包 哇塞 那个牛角包那个发型师你自己要求的 还是足利给你做的 没有是剧本上写了一个扎着两个 羊角辫还是什么东西的发型师 他就特别可爱 他准备了好多 然后我就挑了这个 特别入戏 我看到那个造型之后 我是真的嫌弃了 无论是谁如果碰到了对的那个人 他一定会 开花 可能开花 所以他肯定遇到了对人之后 可能就会跟大家平时印象里的他 会有所不同 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吧 人间陀螺 这个必须要给到他的呀 这个承认承认 其实人间陀螺的戏没有几场 这个好奇啊 真的是非你莫属 口弦体质 这完全就是我了 六扇门最后 来来来来 好 这个温柔谦逊 算了吧 不要 热爱挑战 嗯 大人面前没有挑战 神经大调 我觉得他是恋爱的时候神经大调 平时还好 有一些真的 哎 反正你对谢霄这种 路易心中的恨 永远心中的恨 都拒绝了吧 是不是都拒绝了 还吊着干嘛 绅士风度 没有 这是男有力 还行吧 对对对 我觉得非常符合 我请往后看 哇塞 路易这体格 这能力 是吧 然后下边后期特效 路易迷地 可萨可柔啊 这个可以 可以 后期不就还蛮温柔的吗 行你说什么都对 闷骚 可以可以可以 快拿住吧 长 哎呀 这个 女人 花絮李卫 演技派 这简直就是 这就是你 这个你也说好吧 叽叽喳喳 你看你看 这这这 哈哈哈哈 来叽叽喳喳 好高冷酷盖 行行 这个 逃不了 彩虹屁一绝 一绝 三绝四绝五绝 追光女孩 可以 算吧算吧 金子都发光 iTunes 潇伙 滑 位 位 位 vel